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蟹子的摩托车到了 今天过来取他的摩托车了 猜一猜他的车是什么车 这边物流源的 再帮我们拆架子 你从珠海发过来多少钱 一千多 一千多 一千几 下定应该一千三吧 一千三 这价格还可以 对我们自己朋友帮忙发过来的 这是中文流的 摩托车逐渐露出真笼 哇塞 好帅的车 好亮的美女 尊敬的宝马1250车主 请问可以当你的小跟班吗 来吧 你拉不拉的动我哟 没问题的 来聊一聊你骑摩托车的历史 去过什么地方 骑摩托车 对啊 今年联中的时候 从把车发到昆明 从云南骑到西藏 再通过阿里219 骑去新疆 从新疆骑到甘肃 再到陕西 再到湖北 一万多公里吧 之前还跑过什么长途吗 之前摩托车倒没有跑过长途 你什么时候开始玩摩托车的呢 我是2020年考的摩托车驾照 考的摩托车驾照 你在澳门考的驾照还是 对在澳门考的 澳门考驾照和国内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国内好像是不是考到摩托车驾照以后 就可以任意的排量都可以骑 是不是这样 对 但是我们在澳门不可以 在澳门的话 骑摩托车它一定要分排量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就也分排量 考试的时候也分排量 对 我给你看一下吧 给你看一下我的驾照吧 行 我们来瞅一眼澳门的摩托车驾照 好 我考的就是这个A2的驾照 2020年 这个CL C 这个已经小排量50 就是50cc以下的 对 很少有人考了 A1就是150 250 400 这三个排量 那A2呢 A2就是650排量 650排量 对 650排量 你就可以骑任意排量的车 就不同排量的 它是不同的驾照 对 你像国内的话 它就是 只要你考了什么 E照D照 摩托车随便骑 就可以直接上公升级的 对 所以我们如果在澳门 骑这种公升级的车 你首先一定是要考大排量的摩托车 澳门考驾照 费用贵吗 不要钱呢 不要钱 对啊 那小车驾照呢 我当时考的时候也不要钱 小车驾照也不要钱 对 因为有那个 我们有一个叫持续教育基金 就等于政府 就是每两年会派一些钱给你 你可以去学习呀 学什么都可以 那我就拿来学车了 那像澳门的这个驾驶证的话 你去国外可以用吗 你去国外的话等于换一个国际驾照嘛 换国际驾照要重新考试吗 不用啊 不考试 对 就去换一个换一个纸 纸本那样的打开翻译的英文的那种 那那个费用 换国际驾照的费用费吗 那个好像不超过100块吧 就是只是一个换证的这个证件费用 对 哦 哇 澳门的驾照真好 那你到内地来 我在内地啊 你像到内地你开车和骑摩托车 你有澳门的驾照也可以用 对我在澳门 因为我平时自己开两地排的车出来 所以我一定要考一个国内的驾照 那我在澳门的小车驾照到国内是不能用的吗 对 为啥 就是不能用嘛 因为我们在澳门开的私家车它是右舵 哦 方向不一样 但是来到我们来到内地呢 它是左舵右舵 所以我们如果在国内要来开车的情况下 我是重新又考了国内的驾驶证 哦这个是在考的 对 但是摩托车证我就不用再考 当时就直接挂上去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21 C21 我的天哪 你相当于你这个证件就是全球可以随便跑了 对 那你像你这个驾驶证的话 你去美国那些那些城市它都是认的吗 认呢 国际驾照就可以了 全都认 对啊我出去的时候就一样 我都在每个地方开车 以后骑车有什么更远的计划吗 我本来学摩托车呢 就是因为去到兰美阿根亭那边呢 看到那个切根瓦拉的摩托日记 然后我回来的当年我就考了一个摩托车驾照 所以我的梦想还是希望可以去到兰美呀 骑行整个兰美 问你一个问题哈 如果你的摩托车倒了 你扶得起来吗 摩托车倒了干嘛 我可能要把所有的箱子下下来 如果实在你扶不起来的时候 你只能等路人救援或者帮助呗 但是不倒车的ATV是没有灵魂的 我第一次见给自己倒车这么找借口的哈 这倒车哪怕蓝式倒车也是会的 原地不是路面高地不平安 但是我们给油的时候路面上哪怕飞服装都没有问题 小小的身躯驾驭着大大的摩托车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一样呀 我都不敢试拉力车 我老是觉得拉力车我一起肯定倒车呀 什么扶起啊 然后什么脚着不了地啊 你脚能着地吗 脚可以呀 丑一眼 你的身高跟我差不多呀 我这个把它扭过来 小心我的那个啊 小心我的头盔 好两个小尖点地 啥时候把你摩托车给我试一下呗 我都没有开过 我都没有骑过宝马车耶 明天骑吧 明天骑那摔了的要赔钱吗 摔了我来弄吧 我不得吧 你不能骑 我一般都不动别人摩托车的 因为摔了的话比较麻烦 车就是倒车很正常的 行吧 我们这会儿出去转一圈 对 好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